我们最近有一个男性来访者 他的咨询特别有意思 因为这个婚姻里的第三者是婆婆 这个家的情况是这样的 他家是家族企业 他爸爸管着公司的大事 他跟他媳妇一个管业务 一个管财务 他妈妈一直就是全职在家 管着家里的大事小事 从不擦舍公司的事 他们想两口名下是有房的 可刚结婚的时候 他俩是想单独住 可是他妈妈要求 一定要住在一起 理由就是 我们家就你一个儿子 家里又是别墅这么大 楼上楼下不会干扰的 而且结婚之后 你们肯定就是要有孩子了 我肯定会帮你们带孩子了 一家人住在一起热闹 相互之间照料也比较方便 也巧了 他俩刚结婚没多久 他媳妇就怀孕了 当时他媳妇挺想上班 想到了生以后再休息 结果他婆婆很强意地要求 媳妇辞职 说要求他在家里安心养胎 一开始他媳妇是不愿意 后来他婆婆就直接跑到公司去 跟公司的人说 你们是想让我们家绝后吗 要赶紧找个财务经理啊 接替这媳妇上班 这没办法 他媳妇只能回家养胎 在这期间呢 吃什么喝什么 几点钟起床 几点钟睡觉 以及每天要做什么运动 他婆婆都得监管监控着 但凡媳妇不听 婆婆就生气了 就开始给儿子告状 要求儿子去管媳妇 总之闹得一家人不得安身 所有人都劝 这个媳妇啊 你听婆婆话得了 他媳妇心里就很堵 但是没办法 再加上这个孕期激素紊乱 就总是跟老公吵架 这一吵架呢 婆婆就在旁边拱火了 说你们什么嫁好吵的 你不为这个小的着想吗 再说家里条件这么好 再吵架 吵架又离婚 离婚还得留下来 你走就行了 他媳妇就更难受了 但想到这个婆婆 平时对自己也是真的好啊 因为他婆婆就是真的 去厨房里做这个买那个 所以他媳妇就想 那算了吧 生完孩子我赶紧上班 也就忍忍了 但是这个咨询客户就难的 他很受不了他妈妈这种情绪 再加上他妈妈也经常 跟他爸爸发火 所以这父子俩经常借口 公司忙不回家吃饭 但是啊 没想到孩子出生过后 这个事就更多了 怎么带孩子 孩子吃什么 都得听婆婆的 男的就被自己妈搞得也烦了 还好公司事情多 他们想两口就想着 要不算了吧 这孩子我不管了 忙工作吧 结果这孩子不到两岁 他婆婆又开始说 要求他们生二胎的事 不要 这个婆婆就唠儿子 唠媳妇 弄得这媳妇 每天跟老公 说不了两句话就吵架 然后这个儿子 又更不愿意回家了 后来干脆找了一个第三者 干脆躲到人家家去了 现在是 他媳妇见面 就跟他说离婚的事 他妈妈也天天说他 管不好他媳妇 他爸爸说 他公司里的事情也做不好 弄得这个男生越来越焦虑 加上今年生意不太好做 他就更是焦头烂额了 儿子非常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问题出在他妈妈身上 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就来咨询 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家里边 妈妈是怎么破坏了 儿子婚姻的 你们也来想想办法 这个妈妈应该如何改一改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